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地灵就是西汉地灵中规模最大的茂灵 在上个视频中咱们聊到了茂灵是否被盗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些文献史料中确实是有记载的 比如在后汉书中说当年赤梅君盗绝了西汉地灵取其宝物 在禁书中也有一段记载 说西汉末年赤梅君盗挖了茂灵可取走的东西连其中的一半都没有达到 至今其中仍有许多腐烂堆积的丝织品和没有盗完的珠宝 这些记载就告诉了我们茂灵已经被盗了 但是后汉书的作者距离赤梅君时期有400多年的时间 禁书的作者距离赤梅君时期长达600多年 这个时间跨越的太长了 还有具体盗的是主墓室还是风土周围的外藏空 并没有明确记载 关于茂灵被盗在汉武帝内传中也有一段记载 说汉武帝加工不久后 茂灵的一些随葬品就流入了市场 但奇怪的是茂灵完好无损 没有被盗的痕迹 这本书属于古代小说 我个人不太相信 还有些朋友说 当年董卓派吕布去盗挖了茂灵 关于这个说法 我在史书中暂时没有查得 但董卓和吕布盗掘地灵是有记载的 根据《三国之中》的记载 说出平元年二月也就是汉先帝时期 董卓坚决要求将都城西迁长安 焚烧洛阳公时盗掘了陵墓取其宝物 这里说的陵墓应该是洛阳的东汉地灵 在《资质通界》中有吕布盗掘地灵的记载 但是没有提到茂灵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很多关于茂灵被盗的说法 最近几年工作人员对茂灵地灵进行过探测 那工作人员又发现了什么呢 在2017年工作人员利用无损伤探测技术 对茂灵进行过探测 这项技术就像是给茂灵做一个全方位CT 根据探测发现 茂灵地灵深度在30到40米之间 东西长约100米 南北宽约60米 还探测出茂灵的封土和秦始皇陵相似 它存在一个三层的阶梯状细航土层 在封土周围是有稻洞的 但没有大型稻洞 如果茂灵地灵真的被大规模的盗掘过 那么地表水会沿着破坏处渗入地灵 这样一来地下土层就不可能完好 但探测结果是地下土层完好 也没有地表水进入 地灵主体结构基本完整 没有坍塌 这次探测还发现封土的顶部到底部 是存在一条深沟的 这条深沟与盗掘有没有关系 现在还不能确定 总之啊 在茂灵地宫没有打开前是不能下定论的 谁都不清楚到底有没有被盗 只能根据现在的探测结果去推测 结果是茂灵地宫很可能没有被盗 文献史料中记载的茂灵被盗很可能是外藏坑 而不是封土下的主墓室 关于茂灵的墓主人 汉武帝刘彻 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他的祖父就是霸凌的墓主人 汉文帝刘衡 父亲是汉景帝刘起 在公元前141年 汉景帝驾崩 终年47岁 随后15岁的刘彻即位 这就是汉武帝 当时刘彻虽然是皇帝了 但没有掌握实权 也就是说汉武帝被架空了 架空他的就是刘彻的祖母 太皇太后斗士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前几天咱们探访过 豆太后的陵墓 已经聊过一些了 当时豆太后 一直信奉皇老思想 她不喜欢儒家 当年汉文帝汉景帝 这两位皇帝 就是以皇老为主导思想 减轻覆水修养生息 这才造就了文景之志 而汉武帝呢 当时对儒家非常的感兴趣 他认为儒家是治国之道 也就说在思想上 汉武帝和豆太后 发生了很深的矛盾 汉武帝知道黄老思想的 核心内容就是无为而止 他认为在民生凋敝百废戴兴之时 是有利于恢复国力的 但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就需要改革了 汉武帝是想让已经复苏经济的汉帝国 再往前走一步 也就说如果一直这样 汉帝国无法战胜兴奴 更无法让大汉帝国变得强盛 但汉武帝的想法 遭到了豆太后的反对 当时他没有能力压制豆太后 只能忍着 他开始伪装自己 重用豆太后的心腹 而在私下里 汉武帝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公元前135年 汉武帝继位后的第六年 他终于等来了机会 这一年 豆太后去世了 此时隐忍多年的汉武帝 终于爆发了 他开始动手清理豆太后的势力 并且大量任命儒学人才 将儒家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汉武帝在位时期 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此时大汉帝国国力强盛 对于匈奴问题 已经没有再忍的必要性了 就在这个期间 大汉帝国先后出现了 魏清霍区病等天才降临 当年汉武帝多次派他们 去攻打匈奴 最终形成了 漠南吴王庭的局面 关于攻打匈奴 在魏清将军母和霍区病将军母的视频里 已经聊过了 就不再重复了 总之 汉武帝的一生 是征战的一生 是开疆拓土的一生 他北极匈奴 南平百越 东并朝鲜 西征大冤 拿通了丝绸之路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 雄才大略的皇帝 在晚年 却颁布了轮胎账 也就是多数朋友说的最急账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公元前89年67岁的汉武帝 在泰山举行风扇大跌 他对大臣们说道 朕自继位以来 做了许多狂妄悖逆的事 使天下人愁苦 朕后悔莫及 从今以后 凡是伤害百姓 浪费天下财力的事情 一律非之 汉武帝还听取了大臣田千秋的建议 将方氏们全部遣散 当时汉武帝还说道 我往日愚获受了方氏的欺骗 这天下怎么会有神仙呢 全是胡说八道 截至饮食服用药物 最多是少生些病而已 在古代作为帝王 能认识到这一点 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年桑红阳等人 还建议在轮台屯田用以征战 但汉武帝否定了他们的想法 并且对自己以往的所作 作所为深表悔恨 随后发布了轮台照 关于轮台照是不是罪己照 至今还是存在争议的 汉武帝在位54年 其中40多年的时间 都在与匈奴作战 连年的作战 让文景之志积攒的财富 消耗殆尽 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 而且晚年的汉武帝猜忌心很重 他总担心周围的人要害他 再加上年纪越大 越容易生病 他开始追求所谓的长生不老 听行方式 又任用姜冲等奸臣 最终导致了悟故之祸 逼死了太子刘巨和皇后魏子夫 关于悟故之祸 咱们在太坊太子刘巨墓 还有交房殿的视频中 已经聊过了 就不再重复了 不过最终让他下定决心 颁布轮台照的是李广丽投降 在李夫人墓的视频里 咱们简单的聊过 他的投降对汉武帝的打击 是巨大的 此战使汉帝国精锐几乎损失殆尽 因此汉武帝在轮台照中 对派李广丽出兵匈奴 战败投降的事情 表示悔恨 但在几百次的轮台照中 是看不到 汉武帝对巫骨之祸的悔恨 这也说明了 这件事情 是他内心不可触摸的痛处 他不愿意让天下人看到 在公元前87年 汉武帝刘彻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中年69岁 世号孝武皇帝 妙号失踪 藏于茂岭 对于历史 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不同 看到的角度不同 因此对于汉武帝的功果 一直争论不休 我个人觉得 汉武帝这一生 功大于过 他是当之无愧的千古遗地 关于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 谢谢所有观众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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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